对对跟村上 纷纷云草芹 四摇登地位 笑感动天心 笑感动天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 有一位性情非常和顺的孝子 她就是顺 顺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父亲鼓手就娶了一位后母 偏偏鼓手是个不明事理的人 所以常听性后母的残言 一起虐待顺 而后母所生的弟弟上 也同样的对顺相当不友善 虽然如此 顺依然很孝顺父母 有爱弟弟 她的宽大仁慈感动了上天 当她在整顿山东的栗山时 许多动物都跑来帮忙她 因为大家的努力合作 顺将栗山经营得非常好 因此顺的孝顺名声远播 连当时的姚弟也知道了 姚弟派人请顺过来 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她 命令自己的九个儿子协助顺处理政务 就这样把治理天下的重任交给了顺 于是顺以鱼为国号 鱼顺的故事也跟着流传于后世 为后人赞叹不已 母子方才念 而心痛不惊 父心归未晚 骨肉至情生 镊子痛心 在东周时 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孝子 他是孔子的高徒 也是大学一书的作者 他就是曾生智子鱼 曾子平日就很孝顺他的母亲 所以他和母亲的感情非常好 有一天 他到山里去剪裁 刚好家里来了客人要拜访他 大婶您好 我是来拜访真凶的 哎呀 他出门去了 你先进屋等会哦 母亲十分焦急 不知该如何联络征止 情急之下 就用力地咬自己的手指筒 这时正在山中剪裁的装子 忽然觉得胸口痛了起来 他担心家里是否有事发生了 于是就赶紧回家 到家之后 娘 家里是否发生什么事情了 刚才是检查时 我的胸口 我担心您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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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十二字眼 岂无远道思青类 不急種堂念紫心 明是有闲郎 何曾怨后娘 车前留母在三子免封霜 单一顺母 在孔子的众多弟子当中 有一位学生相当的孝顺 她就是明子谦 明子谦的亲生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后来父亲娶了一位继母 而且继母也陆续生了两个孩子 因为继母的偏心 当她在为孩子们准备冬衣时 帮自己的两个儿子做了保暖的棉袄 却让明子谦穿塞了些芦苇花的衣服 相当不保暖 在一次寒冷的冬天 不轻要她负责驾车 因为那天太冷了 明子谦的手脚都冻僵了 一不小心 谦的皮革就掉落了 还勾破了她的衣服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连连小事都做不好 这时父亲发现她的衣服里 都塞些芦苇而已 而且她还不断地发抖 于是父亲非常生气地斥责寂寞 你怎么让她穿这样的衣服呢 让你这样的行为真是能失望 我要把你削了 爹 请你不要羞了母亲 原本只有我一个人受苦 万一母亲不在了 连两个弟弟都会没人照顾 父亲与继母听了都相当感动 从此以后 继母对明子谦疼爱有加 再也不偏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母桑 父母逃为难 走 走 走 到处都是盗贼在作乱啊 娘我们必须逃难去 在张格小时候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就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 嘿嘿 嘿嘿 这个小子看起来不错 倒是去跟我们一起当强盗吧 我若是做了强盗 就没有人可以照顾我娘了 请你们放了我吧 现在孝子的人不多了 我们就放他一马吧 谢谢大爷 后来他们逃到夏培这个安全的地方定居下来 虽然张格穷到衣服鞋子都没得穿 但是他很努力的去工作 张维伯的薪水全部用来供养母亲 让母亲衣食无权 你也该为自己买件衣服来穿呢 我已经不缺什么东西了 没关系的娘 只要把你照顾好 我就很高兴了 像张格这样的孝子 真是值得我们好好向他学习呀 我现在就会帮你 孝体皆天性 人间六睡儿 树中怀菊时 为母抱生池 怀菊未亲 东汉末年有个孩儿才六岁 她的名字叫陆鸡 娘亲你爱吃什么啊 就是我有能力一定拿回来孝敬你 哟这菊菊倒是不错呀 不过就是贵了些 怎么买不起呀 没关系 等我等到一定买好多好多给你吃 好儿子 这天陆鸡到九江去 拜见袁树 袁世伯您好 陆鸡是来拜见您的 好啊 陆郎 这是远从其他产地运过来的橘子 你好好尝尝 挺不错的 谢谢世伯 当陆鸡拿起橘子要吃时 忽然赏起娘亲非常喜爱橘子 这橘子难得 带两颗回去给娘尝尝 娘一定会很高兴的 四伯 世伯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好 陆上可小心啊 这时 从陆鸡的袖子里 掉出了两颗橘子 陆郎是来做客的 为什么要带走橘子呢 世伯 真对不起 因为娘亲非常喜爱吃橘子 所以我想要带回去笑敬她 陆树听了非常感动 你这孩子真不简单啊 小小年纪就知道笑敬母亲 真是难能可贵啊 志伯你不怪我吗 当然你可是为笑子呢 谢谢志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祭母人坚勇 王上天下午 至今河水上 留得卧冰魔 卧冰球里 进朝时 有一位叫做王翔的人 在他小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于是啊 他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后母 我说老王啊 这个王翔真令人头疼 又懒惰又贪玩 再拿他没办法 爹 我好久没有陪你去散步了 要不要现在就去走走啊 你这孩子只要玩 吃吃吃 爹 你怎么不理我呢 这天是个寒冷的冬天 冬天真麻烦 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到新鲜的鱼啊 娘想要吃鱼 我去补一条来给娘吃 哎哟 河水都结冰了 怎么办呢 对了 我可以要我的铁温 来融化河水上的冰 这样就可以补到新鲜的鱼了 于是王翔就脱掉衣服 趴在寒冷的冰上 没多久 冰面竟然开了一个洞 而且还从洞里跳出了两条鲤鱼 哇 太棒了 这娘就有鱼汁了 王翔很开心的把鱼带回家 娘 我捕到你爱吃的鱼了 我之前这样对你 你还在这么冷的天气出去补鱼给我吃 我真是惭愧啊 娘只要你喜欢我就很高兴了 从此后母对王翔是如己出 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到王翔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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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